大半夜工地內疑似在進行抽水 這是竹北建案風采五二零 民眾會直擊工地內半夜的動靜 是因為這建案明明被熱令停工 就是上月建案周邊道路 發生特斯拉墜坑事件 縣府除了開罰也熱令停工 現在居民直擊指控建商案中偷偷復工 竹北天坑吞特斯拉事件發生後 縣府十號晚間發出最後通牒 要求封一建設五月十九號前 得提出修復計畫報告 送建通過後才能復工 查不公開 所以他到底怎麼樣 我們不清楚 過去新竹縣府就IP沒有重視問題 才會讓封一建設在新竹的建案 陸續傳出五次周邊塌陷意外 但這次建商被質疑偷施工 強調是五月長下雨 專家判定恐怕會有潛在危險因素 加上鄰近社區有發函給縣府 希望能快點完成工程確保安全 才會先進行結構補強否認復工事實 但居民半夜拍下勒令停工期間 機具聲響灌漿畫面 新竹縣府也認定違反建築法 將加重裁罰 要求建商旗下四個建案 無限期停工 三選張號一問了臉 新竹採訪報導